謝謝大家 事實上 常人家介紹我的時候 我都會跟他說 不要忘了廚餘做堆肥 因為廚餘做堆肥是 祖父聯盟一群的歐巴桑 當時就是我跟這群歐巴桑 共同去把他推成說 今天我們會把廚餘另外收 希望他們做堆肥 我那個工作還沒有成功 因為出於真正去做堆肥 這條路才不是很通 只是今天我們不是要談這個 所以我們就跳開來了 我個人是從台大園藝系畢業 畢業以後也一直在台大園藝系裡面 蠻長一段時間工作 當時做很多很多的分析工作 為什麼會跟疏散的蕭酸妍扯在一起呢 事實上是跟今天來到現場的鄭教授有關 因為他在1990年的左右呢 從德國弄了一套資料回來 然後有談到蔬菜硝酸鹽 事實上在那個時候呢 蔬菜為什麼會有硝酸鹽 那硝酸鹽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在當時真的是不是很清楚 那有一系列的分析工作的時候 我非常驚訝地發現到說 欸 台灣的很多的蔬菜 在當時我分析的是空心菜啦 菠菜啦 而這些的那個菜裡面 蕭酸鹽含量是蠻高的 大概都當時做出來的 遠遠超過5000ppm 我們今天會用到幾個單位的那個 單位的名稱 ppm的意思就是百萬分之一 我們百分之一就是一百個裡面一個 就叫做百分之一 百萬分之一就是一百萬裡面的一個 就叫做ppm 那那個當時分析到的那個很多 小白菜啦 空心菜啦 都遠遠超過5000ppm 而且當時我做的一個水跟蔬菜 嚇一大跳兩萬ppm 那這樣子的一個很高濃度的這種情形 那時候我正在修博士論文 那跟我的那個博士論文老師提到 有這一回事 他把我湊罵一頓 他說胡說八道怎麼會那麼高 那這個人吃了還得了 然後把我湊罵一頓 那所於比較就是 那個就是說 我還是再去回去把它仔細算 然後把它帶到儀器的前面 然後看說你看這個 這個數據表現的是這樣 然後我把它算算算 在新鮮的蔬菜裡面 可能就7000多ppm 8000多ppm 然後他就嘴巴張大大的 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這個就是 某種程度的一個事實 那之後呢 剛好我有機會 在主婦聯盟推起了一個 公共購買的活動裡面 要講有機蔬菜 有機蔬菜 不分析的結果 又常常比 常常比傳統市場的這個蔬菜 硝酸鹽還高 那我想這下子 真的不知道 要怎麼跟人家推有機蔬菜 因為如果在當時 也就是1993年開始 93一直到9596 199596這個時候呢 當時很多市面上的有機蔬菜 硝酸鹽的含量 都比傳統市場裡面的還要高 那我們的目的是希望說 推動大家來認同有機蔬菜 可是關於這一點 就沒有辦法說服我了 沒有辦法說服我們 知道這個內容 這樣子的問題的 存在的一個 一個這群人 所以呢 我們覺得說 如果要推有機的 應該要先推健康的 應該要把這個樣子的一個理念帶進來 所以也在今天呢 我們來到這裡要談 蔬菜硝酸鹽的一個問題 那蔬菜呢 是健康之道 絕對不可或缺 那它的重要性 包括有這些 纖維素啦 礦物質啦 維生素啦 還有一些 天然的植物生化素 這一類的東西 包括一些 炭氧化的物質 類環銅素啊 種種的 所以它絕對是很健康 對於我們健康 絕對是 非常非常的重要 然後世界各國呢 對於蔬菜的 每日建議攝取量 很多國家呢 都在發表的 他們國人 台灣也是這樣 然後這個國家 現在的主要文明病 主要的這些慢性病 有哪些哪些 也包括癌症 那這一些的這個時候 發表的那些數據以後 就國人 例癌率可能有多少啦 核心血管病的有多少 基本上也接近50ppm 然後我們從1992年以後 發現很多 田裡面監測的這個井的這種 硝酸炎的數值不斷的提高 那台灣會怎麼有這樣子的一些 這樣子的有多少人 遭受這個問題呢 目前因為我們需要打水井來供應的自來水的地方 是50萬人左右 目前是這樣 可是呢 我們有很多水庫 可能遭受颱風啊 或者是地震啊 這些變動 逼不得已的時候 你需要挖井 因為譬如說像去年 前年 前幾年 桃園區域 很多地方的那個 因為石門水庫的供水有問題 所以很多地方都在把水井滑出來使用來吃這些 那有關水的問題 我們就暫時到一小段落 那硝酸炎基本上是人體要限量攝取的 像剛剛我們希望飲用水裡面 它能夠是零是最好的 我們不要去吃到 因為它對我們在其他的食物裡面 能夠得到的是蠻多的 那硝酸炎根據瘀血研究 人體攝入的硝酸炎 會被還原成氧硝酸炎 進一步形成強力的致癌物質 氧硝胺 我們等一下很多的資料都會倒著這一句話講 那硝酸炎主要的來源會有飲用水 蔬菜 然後食品加工 或者是 尤其是一些 醃漬類的 像這幾年大家很喜歡吃的泡菜 這種問題 它的一個步驟是這樣子來的 硝酸炎 我一直提醒 硝酸炎本身的毒性並不大 可是呢 它會在我們的口腔裡面 或者是 你這個食品裡面含硝酸炎 在加工的過程裡面 或者是我們吃到身體裡面以後呢 在我們的消化到系統裡面 因為有一些微生物 或者是生物本身的這種機制 有一些生化的機制 會把它作用成養硝酸炎 而且有可能進一步再做 加上一些鞍類的化合物變成雅硝酸 這兩類的東西 就都是蠻強毒性的物質 尤其第三類 尤其是毒 好 這裡再強調 硝酸炎本身毒性並不高 今天我們講蔬菜的硝酸炎問題 是因為蔬菜的硝酸炎被人吃了以後 我們有機會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形成雅硝酸炎 進一步化合成雅硝胺 它的危險是在這個裡面 那那個 雅硝酸炎或淡雅硝基化合物 那雅硝酸炎本身就是有毒的物質 而且它也會在我們身體裡面 更進一步的化合成淡雅硝基化合物 雅硝基化合物呢 它是一個強烈強的致癌物質 那它的那個前驅物 也就是說在我們身體裡面 如果尤其是我們的胃裡面 同時也有硝酸炎 又有氧硝酸炎 然後又有一些氨類的這個東西 氨這個物質呢 就很多含蛋白質的東西 都會有一些氨的存在 那這個廣泛的存在於我們生活環境中 然後它就可能變成這樣的一個致癌物質 雅硝酸炎它的中毒是怎麼樣子呢 我們再強調一次 蔬菜的硝酸炎 在我們的口腔跟香化道裡面 就有機會變成雅硝酸炎 這是醫學上絕對證實的東西 那還有如果我們在醃製的東西 最近不是日本有一個就是說那個 日本他們滿流行淡淡的淡鹽煙的這種煙菜對不對 這些很多像他們的地下道出口 常常會看到很多職業婦女 然後下班的時候 然後就在那邊挑一些新鮮煙漬的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呢 漾黃就當天就要吃完 我們等一下有一些數據就可以看 那有一些存放過久的變質的蔬菜 就會直接由硝酸炎產生雅硝酸炎 還有一個是肉品加工 還有是來源消受污染的這些飲用水 那加工類的東西呢 尤其是加工的肉品 經常會擺進去硝酸炎跟養硝酸炎 我們先看最後這一段話 養硝酸炎有抑制肉毒感菌的作用 這點非常重要 因為像香腸或者是這些熱狗 或者是這些醃製的這些肉製品 鹹豬肉或者辣肉 那這些東西呢 它就是需要硝酸炎 或跟養硝酸炎進去 那這個是從16世紀17世紀 人類生活上面的一個智慧的結果 反消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沒有冰箱 那時候如果偶爾有一塊肉 那你要把它擺著慢慢吃 可是稍微擺了 肉毒感菌來了 人就會死掉 因為它是一個強制毒性的一個感菌 肉毒感菌的這個產生的毒素很毒 所以那個時候在食品保存上面 就會發現說 雅硝酸炎有這個東西 那這裡面呢 如果它先加入5毫克的話 在一定的時間內 肉色就會看起來黏黏黏黏 就好像是比較新鮮的 我們看香腸 辣肉 那個紅色主要就是這個硝在作用 如果加入20毫克以上呢 就會有三葉產需要的穩定色彩 加入50毫克就會產生特殊的味道 也就是說香腸或者辣肉 因為跟蕭拌了以後 我們還滿喜歡那個特殊的那個 跟新鮮的肉已經不一樣的這種平行 那我們覺得就是說它的重點是在這個 抑制肉毒感菌 那跟你們有稍微再兩個經驗 我有一次在 有時候我會在傳統市場上買豬肉 然後那個熟悉的這個豬肉呢 看它掛著的這個香腸 然後就會招呼我買 那我就問他說 你怎麼擺那個蕭的 然後他說我擺一點點而已 然後因為他剛好一盤那個 一道那個臉盆的這種碎豬肉 他就正在擺 我就說好好你這一盤你擺多少 我就在心裡面就在算啊 就開始在算啊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不要了 因為他那一盤我一看頂多10公斤 這個我有做實驗的人啊 所以對於這個重量有一點敏感度 頂多10公斤 我心裡面就在推算 他能擺的蕭要多少 因為70ppm 所以他只能擺0.7公克以內 然後他就拿那個挑釁給我 我就割一塊了 我跟你挑釁一看起碼超過10公克 那我不會去跟他溝通 因為我知道就是說這樣講 他聽不懂然後他 可是在這裡面我要跟大家講 你要買這個這些東西的話 尤其我們看後面淹漬的這個東西 要買這些香腸的話 就寧可買有品牌的 那個衛生署要抽驗的話 他會去抽什麼蟒漢啊 或者是圍彎啊 或者是什麼這些 因為他是有牌子的 然後他們怕健保 所以他們的劑量 應該一定要符合檢驗標準 所以這種情形 那那個這樣子的一種經驗 尤其在他這些東西呢 最好就是買在冷凍裡面的 因為這些香腸在攪拌的時候 他可能有一個無菌空間 然後他的手去 無手插去拌的話 我們這個手這個空間 都有可能感有一些菌 然後這些菌肉裡面 後面絕對會有一些微生物 把它作用出來一些氨 氨的化合物 硝酸 雅硝酸都是漂白的 他會跟著鹽一起放進去的 然後這些擺進去了以後 又守在那邊 所以就把一些菌也帶進去 然後再把它抓了 然後就掛在這上面 一天兩天都不會壞 因為有把硝 他們覺得不會壞 可是事實上 維生物應該 某些維生物 也慢慢的在支撐 所以要買香腸 還是要買冷凍櫃裡面的 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好 這樣的東西 那雅硝酸鹽有什麼毒呢 它是不是有一個可怕的 脫衣裡面 在我們吃的時候 在我們口餐裡面咬啊咬啊 我們口餐絕對是一個開放的系統 就有一些維生物在 那這些維生物呢 就有機會 把我們的這個吃進去的硝酸鹽 5%到8%把它作用成雅硝酸鹽 所以你吃的蔬菜 如果是大量的 大量的這種 如果我們吃的蔬菜 是大量的硝酸鹽的話 剛剛我們講肉品裡面 政府規定的是70ppm 菜是5000ppm 或者是3000ppm 是千的 那這裡面是幾十ppm的 什麼呢 那最危險呢 胃酸不足的時候 會促進細菌的生長 尤其像有一些那個 那個幽門感菌 那幽門感菌這一類的菌呢 它就是一個在胃酸不足的 這類的人 會促進這些生長 它是個還原地 會產生的量 提升六倍以上 那雅硝酸鹽色入量過多 或是太多的時候呢 就會引起一種癢缺癢的狀態 那它會發生的現象就是 它又叫做一個子肝病 就是會口 嘴唇 然後指甲 全身會出現那個暗黑色的樣子 有頭暈頭痛 然後噁心嘔吐 嚴重的時候會呼吸衰竭 然後如果沒有去量真的太多 又沒有及時急救的話 那當然在醫院裡面 有他們的急救辦法 他就會因為呼吸衰竭 為什麼呼吸衰竭呢 因為他血液裡面 膝帶癢的人力消失掉了 散失掉了 被霸占掉了 然後怎麼樣子呢 如果是務實硝酸鹽這種東西 這個是在中國有做這種可怕的例子 他要賣鹽的人 他去賣到硝 那他是怎麼樣這樣 因為他們把鹽跟亞硝酸鹽 要拌在一起 賣給人家去做那個醃製 醃製這個人家肉品用的 然後再拌了的時候 他就有一盤是硝 然後要煮東西的時候 就拿那個硝菌去夾 就這樣子 或者是他這個沒有混好之前 他以為是已經混到鹽裡面了 結果嚴重引起咬硝酸鹽中毒 還死亡 就死掉好幾個人 那還有變質的蔬菜 蔬菜白酒 我們等一下有一些數據 那這個就是一個現象 指甲花黑或者嘴唇花黑 那我常常就是說 有不少的吃素的朋友 他可能吃很多的蔬菜 那就這樣比較健康 可是我們常常可以感覺到就是說 他的健康狀況呢 有時候會覺得說 他臉色是比較暗的 然後嘴唇這樣 實在也不一定是吃素的朋友 也就是說 他很可能蔬菜吃的比較多一點 那事實上並不是農藥的問題 只是他吃完了以後 半個小時左右 或一個小時後 他就覺得很濃濃濃 然後整個身體不太舒服 然後倒汗什麼呢 那台灣也有發生這樣的例子 後來發現是雅酸酸鹽中毒 有這樣子的例子 好 那雅酸酸鹽它就是會有 這樣的一個清潔 本來血液裡面要須帶氧 然後須帶氧了以後 是氧核的血紅素 那這個血紅蛋白 那個我們紅血球裡面 只要有這個血紅蛋白 血紅素 那它會跟氧結合 可是如果雅酸鹽存在的話 量太多的時候 被吸收到血液裡面了以後 它會變成高鐵血紅蛋白 這個血液變成暗黃色的 不吸帶氧氣了 那這個就是 它中毒的最主要原因 那我們看一下 有些蔬菜醃製過程 蕭酸鹽在大部分的蔬菜 今天我們身為現代人 無論在哪一個地方 只要是農業生產 你說我要買很低蕭酸鹽的蔬菜 或者不含蕭酸鹽的蔬菜 幾乎是沒有機會 幾乎是沒有機會 一定都有的 如果它能夠低於3000ppm 你就要覺得很感激了 那這個是一個事實 那菌有酵酸還原 能力的有這幾株菌 大腸杆菌 白色內珠菌 金黃色葡萄球菌 芽包杆菌 黃蟹菌 酵母菌 紋菌 在食物 在我們的生活圈裡面 這一類的菌滿多的 在我們的消化道 或多或少 都有機會有的 然後很多這個菜在醃製以後 第四天開始 硝酸鹽會被防源成亞硝酸鹽 所以第四天到第八天 會有這個亞硝酸鹽的含量 急劇增加 要一直到20天以後 這個量才會明顯的消失 那這個是台灣有 靜宜大學有一位教授有帶學生 也做的這樣 這個是他的資料裡面 我把它摳下來的 那這裡面也有 這個是這種清新 那大家可以看 把這個菜 也就是說要做泡菜 或什麼那個做法 那它醃製的話 經過這幾天 這樣五七這樣這幾天 二十幾天 雅硝酸 少一個氧 這個是雅硝酸 雅硝酸鈴子 硝酸鈴子 那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硝酸鈴子 因為要做泡菜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會先用鹽 然後有一些水跑掉了 然後那些水跑出去了 硝酸鹽很高的比例 會在那個水裡 然後就出去了 那所以在這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它一開始測的時候 是一百二十一ppm 跟我剛剛講的三千ppm 還在少掉很多 然後它隨著時間 會越來越少 為什麼呢 因為它測是只有測菜 它認定我們人只有吃菜 那個湯我們不會喝 可是現在不是有 那個泡菜鍋的那個 什麼東西 泡菜鍋的火鍋 或者是那個湯拿來煮麵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 看了這個資料以後 就不要吃那個 因為菜這裡面的東西 含量是真的有越來越少 因為它一直跑出去 所以讓你尷尬 菜越來越Q 對不對 然後湯越來越多 不要可惜那個湯 真的很要湯 因為到後面 如果到後面這樣子 硝酸也少 硝酸離子也少 那就屬於比較健康的 可是起碼要二十天以後 那如果你買個泡菜回來 你就把它擺冰箱好了 或者你就讓它時間久一點 然後讓它這個 時間久一點這樣子 這是中國大陸的那個資料 台灣我們會測硝酸鹽 基本上我們沒有測氧硝酸鹽 那個即使是在主婦聯盟 也沒有測氧硝酸鹽 但是呢 在中國大陸 我有收集到這一份資料 那氧硝酸鹽 基本上 在新鮮的蔬菜裡面 含量不會高 可是這幾樣 芥菜葉我稍微高一點 那我們不知道 它這個檢測的情形 可是呢 酸白菜就高了 然後在一些麵粉裡面 那這些麵粉應該是 我覺得是 採收以後 抹粉以後 煮上時間的一種 微生物污染以後的結果 我覺得是這個樣子 然後在這個 滷黃瓜 醃菜汁 雅硝酸鹽呢 這個就表示吃了 真的對人的健康是不好的 酸米湯 有時候就是那個 好像有些食品 不予把它做發酵 那這個雅硝酸鹽會產生 黃豆粉 我相信這也是來自流污 可是真正新鮮的東西 是真的不會 好 食品中 雅硝酸鹽的添加量 在台灣 就是我們 我們只有規定 這樣子的 我去看了 我們在食品的各種法律裡面 幾乎只有這個規定 但是呢 2002年 食品 就是說這個 聯合國食品添加劑的 這個安全委員會 這個組織 他就有強烈的建議 咬硝酸鹽 每日的安全攝取量 要這樣子 所以 以一個60公斤成人的 體重來看的話 不要超過4.2毫克 這個毫克就是 1千分之1公克 毫克就是1千分之1公克 所以這個換算成 這個公克的話 就0.0042公克 是很微量的 是很少的 不應該是超過這個量 所以剛剛我講說 那個香腸 它就咬進去那個量 我就覺得不可靠 就是這樣子 那中國呢 中國大陸 他們對食品的養硝酸鹽 有做顯量 這個是他們的國家標準 那我覺得 台灣應該在這個部分 也要注意 他們這個 針對這幾樣的食品 蔬菜 糧食 魚類 肉類 新鮮的 這個蛋 然後食鹽 那醬菜類 不能超過這樣子 來混這樣 所以剛剛那個表格 裡面有很多 就不合的標準 那他們這個裡面 是在計算什麼呢 每一個人可能 以他們的那個整個 國人的平均的消費量 去估測說 這個人每天 他可能吃的蔬菜 300公克 然後吃的米飯 之類的 400多公克 然後吃魚肉 這些幾公克 然後吃這些東西 那這些呢 因為允許的量 是這樣子 他吃了這個量 那他會吃到多少 那他這一個用的 這一個是維克 維克是10的 負六次湯 對不起 我一定只好在這裡 那跟大家 囉嗦的把這幾個 單位做一個解釋 然後這些加起來呢 他們都說 你看我們規定這樣子 因為國人的飲食習慣這樣 我們定了這樣子的標準 如果你就是在這個範圍內 吃的這種狀況 又吃的是符合這個限量標準 你每天總共會吃到的3.15毫克 跟聯合國剛剛講的4.2毫克 有沒有 我們剛剛講的這裡面 它是美人攝取的安全攝取量 4.2毫克 他們說我們很安全 我們這樣的規定 對國人有交代 所以好好做監測 符合這個規定 就有交代 那我們可以要求我們政府 這個部分 對國人教育 然後也要做這個監測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是需要 那這些組存的時候呢 蔬菜的硝酸鹽會有這個變化 開始浮浪的時候 你看第二天本來沒有 新鮮的沒有 然後擺了第二天 這是擺在冰箱裡面 第四天好像還安全一點 跟剛剛講的4pm 安全的海蒜 可是一旦開始進入浮浪 當然這個要看不同的菜 有這種情形 如果到第八天 很多硝酸鹽會產生 那我們強調就是說 保鮮呢是很重要的 主持第二天一直到第八天 所以食用新鮮的蔬菜 存放過久的就不要吃 然後有點辣的就不要吃 現在我們在市場裡面 採風過後 有很多菜呢 它可能就是看起來有點浪浪的 然後事實上那個菜 在菜很便宜或菜量多的時候 農友也不會把它送來賣 賣菜的呢 也早就把它挑掉了 可是現在菜貴 菜又少 然後呢我們把它買回去了 擺不到半天 就辣的更離譜 可是明明前買回來的 我們又捨不得把它丟掉 這個橄欖菜 在葉子爛掉半夜 我就把那一半剪掉 然後那半夜 我們也把它弄來吃 吃飯是有點危險 因為那一整片葉子呢 它整個亞硝酸鹽的含量 就有機會高了 那這個也就是說 爛菜不吃很重要 那再強調一下 在硝酸鹽 亞硝酸鹽 亞硝胺 硝酸鹽 我們剛剛講的那些水啦 還有這些蔬菜裡面啊 食品加工裡面啊 或者醃製的蔬菜裡面 它會產生這些亞硝酸鹽 甚至於可能有一些 會進一步化合成亞硝胺 那這些東西呢 我們吃的時候 就是整個吃下去 你可能在今天的中午 你可能有兩片幾片香腸 然後你也吃了一些空心菜 那這個香腸就帶來了亞硝酸鹽 然後這個空心菜也帶來了 你的硝酸鹽 那香腸裡面呢 又有一些蛋白子成了 所以分解成胺 在你的胃裡面呢 大概我會說 喔這是蔬菜來的很安全 我就不要把它變成亞硝胺 或者是喔你喝的是水 這個硝酸鹽來自於水 我就不要把它變成亞硝胺 我們的胃不會做這種分別工作 所以到胃這個地方 到我們整個消化系統 做了一個大融合的時候 然後在這裡面呢 它就化紅 就有機會化紅成這個亞硝胺 那所以呢 也在那個 我們了解這樣的情況下 也許你今天有蠟肉 或者是有香腸 那你很可能在蔬菜的選擇 就硝酸鹽含量比較低的 那它是什麼 等一下我們有一個表達給大家看 那這個亞硝胺這個中心呢 它就是蛋亞硝胸化合物 它是1937年被發現 它的一些會發生有毒的這個情形 那肝臟呢都是主要的這個種 因為肝臟是解毒的地方嘛 然後它會伴隨出血性的被水腫啊 然後至今為止 還沒有對於實驗的動物 對不起這裡被我少掉一個字 實驗的動物 那就是說豬啊狗啊或者是小老鼠啊什麼 把它抓來做實驗 然後拿這個有毒的東西去餵它 去把它打進去 都發現對它的細胞嚴重的致癌作用 它的強力致癌性是不需要懷疑的 那它是一個具有這樣子結構的化合物 然後目前測試300多種 有80種以上都是具有致癌性 80%不是80種 200多種 天然的食品很少存在 可是食物的生產 就像剛剛我們講的香腸的這個生產過程 或者是噴條 或者是我們吃了以後在人體裡面形成 這個東西它的主要的前驅物 就是這幾樣東西 就跟他講 我們在食物的內容裡面 我們是不是盡量去把它區隔 不要這幾樣東西同時吃進去太多 這樣子 那正常人的那個胃裡面的ph1到4 事實上是應該1到2這個範圍最好 如果大於3以後呢可能就胃酸不太夠 那如果這樣子同時又吃進去硝酸亞硝酸 剛剛我們講的這個硝酸 甲硝酸又胺的這個東西呢 它在酸性的環境裡面 最容易化合成小胺 而胃就是一個絕對的酸性的環境 所以東方人呢吃很多醃漬類的東西 韓國人的泡菜啦 日本人也是吃很多醃漬類的東西 然後我們華人啊 然後我們又是很喜歡吃綠色蔬菜 我想比如說那個我們去看西方人的飲食內容 綠色的蔬菜他們可能是萵具 然後一盤 那一盤在我們的那個華人飲食習慣裡面 絕對不多 你把它炒一下就送進來 只有一點點 那我們因為是有炒有煮 我們蔬菜的攝取量是多 你不相信有300公克的蔬菜 你用300公克的那個那個生菜蚵具 看你喔真的是 你會咬到整個臉還等會繞掉 真的是就是它要咬太久 那我們他們吃生的蔬菜 生菜這些 所以生的蔬菜 蕭酸鹽含量都剛好不是最高的那幾種 菠菜是屬於比較高的 那也是不低啦 可是他們的吃的量不會很多 相對的我們吃的空心菜啦 菠菜啦 這些那個芥菜啦 這些東西 綠色的葉菜類 蕭酸鹽含量是屬於比較高的 那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下 那那個剛剛要講的 韓國人一直到日本人到我們華人 胃癌鼻炎的體力滿高的 跟這些飲食習慣有它一些相關性 好 那在那個食品加工裡面 事實上講到這個 二甲基雅肖胺 也就是雅肖胺 這樣子的化合物的話呢 有幾個 你看在鮮魚 鯉魚把它新鮮的話 它好像只有四匹 這個不是PPM 是PPB 這個是微克 不是豪克 比我們剛剛講的PPM 還要縮小一千倍 也就是它是十的負六次方 這個意思 應該到負九次方 如果以公斤跟克來講 好 這個煙燻的的話呢 把它馬上煙燻了以後 是四到九 微微增加了 在煙燻過程 所以燻鮭魚 這比賽有燻鮭魚這樣子 鮭魚新鮮的時候沒有 然後因為要味道好一點 留它特殊的香味 所以會有一些 亞蝦酸鹽處理以後 就可以擺這樣子 然後蝦酸鹽 亞蝦酸鹽處理以後 不要把它增加一些的時候 也有亞蝦酸鹽 蝦酸鹽通通加了以後 它的這個含量又是這樣 它可以提高五倍 提高好幾倍這樣子的 一種情形 那有一個重要的一段話 魚肉不新鮮 蛋白質腐敗 會產生鞍類的化合物 腐胺 那這個物質經過亞蝦酸鹽 會加速亞蝦酸鹽的這個合成 所以像說 廣東人有一種通病叫胰胺癌 跟這個東西有關係 就是說他們吃很多這種 醃的魚啦 醃的肉啦 這一類的那種 飲食習慣蠻多的 等等 那我們就暫時停掉 這個蝦酸鹽 亞蝦胺這個部分 進入蔬菜 新的人的蔬菜 所以剛剛我們有講 蔬菜裡面的蝦酸鹽 有機會變成亞蝦酸鹽 有機會再化了成亞蝦胺 不是蔬菜 亞蝦酸鹽本身的毒性 所以把蔬菜 我們吃進去了以後 在人體裡面可能產生亞蝦酸鹽 到胃裡面很酸的這個地方以後 可能會產生亞蝦胺 然後它整個化合的一個清晰在這裡面 那為什麼蔬菜裡面會有蝦酸鹽呢 主要就是因為大肥 大肥是所有的農友最喜歡使用的肥料 因為蔬菜一擺進去 很容易的就是說 那可能擺其他的礦物養分 它擺林 擺甲 事實上植物都需要 可是它擺甲肥 擺其他的鈣啦 撒石灰啦 他都不覺得 那個菜有長大的感覺 他再擺一點點蔬菜 馬上又抽高一些葉片變大 所以他很喜歡 所以參對的 我們在市場裡面看那些菜 葉子是軟趴趴的 很大片的 然後易於常常 你平常所熟悉的那種大的 那你就不要進去 因為那個蝦酸鹽含量高的機會就很大 那慢慢的就是說 土壤啦 水體啦 灌溉水啦 乃至於食物啊 主要是煮蔬菜 就大肥的遭受蝦酸鹽的污染 那當然的知道蛋肥是什麼時候 我一直在提阿嬤的時代 事實上最主要的蛋肥是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整個工業 然後人類也慢慢的安定下來了 然後工業發達了 就有很多的化工業產生 然後化工業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製造化學肥料 化學肥料裡面最大宗的 最主要的一個就是蛋肥 製造尿素或者是製造 油酸鹽或燙酸鹽 那這個東西都是含氈的肥料 在土壤裡面都會被土壤裡面的消化劑作用成硝酸鹽 那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這樣子的蓬勃發展 然後慢慢很多人離開農業 又去做很多的 所以有了後面的經濟發展 工商業的發展 然後很多人 像在座裡面可能是農人的 大概就很少 可是回溯到我們阿公阿嬤的時代 是農人的比例可能是70% 那因為有大量的肥料 東西的生產速度快 廠量穩定 所以我們可以離容 可以發展別的東西 最多要感謝這些肥料的發展 才有今天我們會坐在這裡 這樣子的日子可以過 可是呢 這樣子的日子要珍惜 我們不要讓污染變成我們的傷害 慢慢的在1945年中漫 1950年的時候 全世界好多的地方 德國啦 俄國啦 然後這些工業比較美國啦 他們就有很多的化工廠 然後1950年以後 化學肥料就大量的開始上市 1960年代以後 肥局逐漸發生 第一個發現到的 讓大家驚嚇到的 德國 奧地利 義大利 在三國交界的一個村落 有一個農村發生 這個嬰兒猝死症 那它什麼猝死呢 就是這個 這樣子 這個交界的有一個農村 那在一年之內 出生的200多個嬰兒呢 有三分之一的孩子 得到懶陰症 那懶陰症 那懶陰症就是說 可能早上 媽媽在餵他奶的時候 還好好的 然後媽媽起床以後 喝水啦 出些東西啦 喝水啦 然後又去餵奶 不到半個小時 或者一個小時 那個孩子全身滑黑 趕快送醫院 如果醫生後來知道 要趕快換血 那沒有來得及救的的話 有三分之一 沒有來得及救回來 不是 那個 有三分之一的孩子 得懶陰症 得懶陰症的孩子 裡面有將近一半 沒有救回來 死掉 那這個就影響 而且發現這樣子的一些問題 然後後來又慢慢發現 因為飲用水裡面 污染跟癌症 某些區域明明是很好的 三明水秀啊 農村是太大的生活 本來都很好 也不是什麼偉大的壓力啊 什麼 而是癌症不斷的產生 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然後流氧群集體的猝死 就剛剛我們也講到 所以醫學界 從六年年代以後 要是去追究 這些原因是什麼 經過十多年 發現蕭川也是原修 然後剛剛我們講的硝酸鹽 雅硝酸鹽 雅硝胺 這樣子的機制 也就慢慢被了解到了 那這個是剛剛講的 德國那個教育片 然後他們在這個教育片裡面 也用到 我們吃進去了硝酸的 含硝酸鹽的物質 有機會有20% 在我們身體裡面環繞著 如果你的彈尿系統 化碳系統很好 你有80%可以彈泄掉 可是還是很有機會 20%在身體裡面 這個東西呢 在口腔裡面 就有機會變成雅硝胺 在胃裡面 就變成雅硝酸鹽 口腔 然後到胃裡面 Nichrosamine 就雅硝胺 因為這裡面的 pH值1.4 是比較酸的這種情形 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所以這樣子 以這樣子去推算 硝酸鹽的安全摄取量 1973年 然後這裡面還有去 對於藍陰症 為什麼會得到藍陰症的這個 肌理 醫學上面的原因 去把它做交代 好 那這個硝酸鹽中毒 事實上就是 它主要還是 雅硝酸鹽中毒 它的現象 就剛剛我們講的這種情形 所以1973年 0到3.6毫克 每公斤體重 每天 不要吃超過3.6毫克的硝酸鹽 所以呢 如果60公斤體重 每天的安全摄取量 不要超過216 那這裡面 我帶大家稍微計算一下 因為你可能還有一些其他的來源 所以我們蔬菜 不要吃超過200毫克 如果你今天吃的蔬菜 是五百 五千ppm 你只要吃一百公克 一百公克的蔬菜 你就吃到五百毫克 它的計算上 五千ppm的蔬菜 你吃一百公克 你就會吃到五百毫克 所以就是超量 對於這個標準來講 就超量 我們一般人不要吃超過200 成年人60公斤體重 那我現在我要更少一點 因為我沒有60公斤 那如果是三千ppm的 你吃一百公克 也超標了 你會得到三百公克 那因為我們今天沒有辦法 在這邊仔細帶大家怎麼計算 把這個數字給大家講 如果你吃兩百兩千ppm的 你吃一百公克 你會得到兩百毫克 可是我今天我需要吃三百公克的蔬菜 我才會有足夠的纖維 足夠的化物質 足夠的維生素 還有我需要的那些抗氧化物質 一百公克對我來講 是不夠的 而兩千ppm的蔬菜 在市面上是絕少的 所以要合理的調配 我們等一下會給大家做介紹 那雅硝酸鹽也是一樣 我們不再交代了 1995年再把它重新的 重新的那種再製定 也就剛剛我們講的這個組織 那它對於雅硝酸離子 因為現在的雅硝酸 來自於硝酸鹽是不可避免的 蠻多的 它對於雅硝酸的限量又更多 而這個數據只限於成年 因應幼兒要更嚴謹 在美國 他們給嬰幼兒用的食品 也就是說 baby用吃的蔬菜泥 菠菜泥 這類的東西 它的原料不能超過五百ppm 在歐洲 歐盟規定是不能超過250ppm 所以那個是需要特殊種植的 是需要特殊種植的 那我個人的經驗 1990年前後 那就是從一些資料顯示 人體攝入的硝酸鹽 絕大部分來自於蔬菜 有關農業廠施肥跟畜牧廢棄物 產生的硝酸鹽污染問題 被拿出來檢驗 那我個人因為一直在參與 組織聯團推動的這個 共同購買的活動 然後那時候我們希望 推薦大家吃有機蔬菜 那1990年那個從 對不起 我把這個故事看 從1993到1995年 那個主婦聯盟的那個 要供應的蔬菜 通通都會送到 臺大原因性 在徵教授的實驗室裡面 檢測硝酸鹽跟維他命C 那時候我們發現到 幾個重要的素質 傳統市場裡面的硝酸鹽 比那個時候的 共同購買的有機蔬菜 硝酸鹽含量還要低 然後硝酸鹽含量高的蔬菜 就是說 同樣的空心菜 如果這一把空心菜 硝酸鹽是5000ppm 維他命C含量可能是80ppm 另外一把菜 硝酸鹽的含量是3000 它的維他命C有可能是150ppm 這中間是相反的 那事實上是合理的 因為硝酸鹽是代表 累積是代表這個植物不健康 那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所以在1996年 我們經過一些充分的討論 然後就決定說 我們要開始跟農民宣導 要合理的施肥 合理化的施肥 不要即使是有機肥 也不能放太多 那這樣子的一個理念 事實上歐盟在2002年以後 他們在有機的農業也規範 他們規範 單位面積裡面 能擺進去的蛋是一定量的 不要超過170公斤的存檔 如果以這個數字來推算 台灣的人的很多有機農業 或化學的傳統災肥的話 我們在土壤裡面擺進去的蛋 幾乎是歐盟規定的5倍到10倍 那個量是超過的 是超過很多的 但是在祖父聯盟這個地方 我們在1999年 開始限制蔬菜硝酸圓的 當時非常寂寞 因為在當時 農友說 請你告訴我 有什麼規定 哪一個國家規定 真的沒有 請你告訴我 因為當時在台灣很多的學者 對於這方面的接觸可能不多 然後在這方面 我們農友跑去問他 然後就說 這個事情有嗎 不知道 包括當時我也被我的指導教授 籌罵一頓 所以都可以合理 但是在那個時候 我們覺得說 是該做的事情 就應該要做 我們覺得 不要讓水污染 不要讓土地污染 不要讓食物污染 一定是這個組織 最主要的一個初衷 所以在1999年 開始限制 事實上是真的 穿世界首例 如果有一天要講 整個這個 硝酸圓 人類要怎麼樣去控制它什麼 那我覺得祖父聯盟 真的有寫這一段歷史 歐盟是在2001年開始修訂 訂出來 可是真正執行好像是2002 還是03以後 他們訂出這個標準 然後他們訂的量 2000、2500、2000 然後在冬天的時候 因為歐洲整個冬天 是絕對的短日 短日月就是說 可能早上8點、9點 才會看到陽光 或者7點、8點以後 才會看到陽光 然後下午可能3、4點 太陽光就照不到了 那因為是短日的這種地方 看越北的地方 然後又溫度低 所以他們在這個地方呢 他們把它 給他們的濃度 是可以提高一點的 然後這樣 那基本上 剛我提的祖父聯盟 我們做的限量標準 比它還稍微嚴謹一點 那蔬菜是農民的地下 算要讓大家講 那這個是我們現在 很多土地的狀況 農民呢 大把你看 它就這一把 這一拓菜 它就這麼一大把的肥料 就灑下來 常常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是 文字裡面 對不起 我這個畫素不好 相機的畫素不好 它上面事實上 都扁極化了 我們看到這個白白的 浮著一層 這一層就是 沒有被利用的 沉積在圖欄表面的鹽 那鹽是什麼 我們剛剛講 硝酸鹽 也是一種鹽 化學上的鹽 就是酸跟鹽的結合 就叫做鹽 所以我一直講 硝酸鹽 硝酸鹽 是這個意思 它也變成鹽 然後像這個是 這個是大概 四十年前的照片 那時候在泥山 他們就一棵樹 到一棵 一包兩包的積分 就這樣子的一種大量的試用 那這個是一種情形 這張我們剛剛看過了 也就是說 土地對於這些肥料 不管是有機的 不管是化學的 承載力已經是 遭受到嚴格的考驗了 應該是不來 那影響蔬菜中 硝酸鹽的這些因素 不同種類 含量不同 葉菜類 那這個生菜 菠菜 芹菜這些東西 含量都會比較高 那這個生菜類的這種情形 或者是 橄欖菜 這種捲心的 那我都以為可以原則 我們都是硝酸 那我大概就以前的話 因為希望孩子還小的時候 希望他不要遭受這個污染 我就把最內部的那個心 那個心 硝酸鹽含量很低 然後什麼地方多呢 外面那個 綠綠的那個葉子 含量最多 然後中間就是起刺 然後說真的 大家都說 最外面的那個葉子 它真的是礦物質含量最多 維他命C 或者是某些維生素A 不一定是C 維生素A 含量是最多的 但是雖然不好吃 我們都經常還是把它弄來吃 不過呢 站在硝酸鹽的立場 你要吃它的話呢 就把它水煮 然後呢 把它燙過 煮了以後 然後那個湯不要喝 因為它硝酸鹽含量真的最高 那如果我們家裡面有生病的人 或者有特殊需求的 或者年小的孩子 年幼的孩子 就拿中間那個心給它吃 那個地方 硝酸鹽含量是比較低的 然後甘狼呢 當然蘿蔔 櫻桃蘿蔔也是會偏高 蘿蔔是一個很藝術 胡蘿蔔很低 可是蘿蔔是某種程度的高 可是蘿蔔 蕭酸鹽含量高的蘿蔔就不太高 我們常常會覺得它煮不辣 然後吃起來沒有那種蘿蔔 應該有的甘甜 然後好的蘿蔔就稍微煮一下 然後就吃起來會手軟手軟 然後很甜 可是有時候煮了老半天 加起來又脆脆 然後那樣子的蘿蔔呢 又覺得不甜 那個蘿蔔的小船鹽就會比較高 所以蘿蔔要買的時候 就不一定要買那種很大條的 也不要買那種做碰鍋 你就稍微形狀完整一點 然後有一點點瘦長心 那當然梅花它還是稍微肚子胖胖的那種東西 但是你就是說不要去買那種很胖 還有也不要買那個頭尖尖的 就頭尾尖然後肚子胖的 因為那個都是一個上面的養分沒有往下瘦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燒酸鹽都有比較高的機會 那其他的蔬菜這一類的話 相對的就少很多 洋蔥啊芋頭啊牛肉 這個都滿低的 那果菜類這個含量也是屬於比較低的一類的蔬菜 那還有一個種類這些問題以後光照 那設施裡面 溫室裡面的蔬菜 硝酸鹽含量會比較高 照到陽光比較多的 硝酸鹽含量會比較低 然後溫度比較高的季節裡面呢 因為土蘭裡面的這種 那個把蛋肥作用成硝酸鹽的機會會比較大 然後水多 如果有些我們這邊降 所以也會吸收比較多 但是陽光比較足 就會幫助它比較大的消耗 希望等一下我們也來得及把那一張拿出來講 然後短日照不好 然後高緯度就是會影響日照 那生產的過程當中 如果是用太多的蛋肥 或濃郁的那個濃郁溶解的肥料 那那個在主婦聯盟開始限制硝酸鹽的時候呢 農友跟我之間呢 有一段很痛苦的時間 他們看到我都真的是 比如說那時候看到我真的會 憤得牙牙們的 為什麼 我好不容易投入做有機栽培 然後這已經要應付蟲 應付雜草 已經都來不及應付了 然後你現在又糞出一個硝酸鹽來 這樣 可是當時呢 我確實個人感覺到就是說 因為我們希望帶給人家健康 可是已經確知他有這個問題 我們不做是不合理的 覺得是真的會良心不安 然後礦物養分不均衡 等一下我們一個表格可以看 清晨採收的 為什麼呢 植物的根是一個 尤其是這些葉菜類 它的根是會有一個奢侈性的吸收 譬如說圖蘭裡面有足夠的水分 有足夠的淡肥 他怕這麼無聊 這個應該是好幾千年以來 好幾萬年以來 這個生物演化的一個過程 只要有硝酸鹽趕快把它吸收過來 因為五十年前 六十年前 一百年前 圖蘭裡面的硝酸鹽含量是低的 而這是它主要要吸收的淡肥 所以植物已經經過遺傳演化 它已經演化成一個 看到硝酸鹽它就要吸收 就要已經餓過頭的人的話 一看到一大碗飯或一大碗肉 他可能就很貪心的要把它吃下去 那個生物的本能是這個樣子 所以圖蘭裡面這一類的東西很多 整個網上它根本沒有代謝 根本沒有紅化作用 它還是不斷的吸收累積著 所以清晨的菜會比較多 網路收割的 所以呢 我們常常有一個 我也是一個掙扎 有時候在市場裡面 然後看蹲在市場旁邊的那個 有一些阿嬤阿婆啦 而且我阿嬤再去再賣給頭新鮮的 我很想買 因為那個菜看起來真的很誘人 然後我又想到這個我就 就心裡面又有點低估 就這樣子 這個就真的陷入兩難 密子相互遮陰 然後這個尤其是照不足 設施裡面都容易這樣子 那為什麼常常後來有一些檢驗發現說 欸 在那個超市裡面買的 超市原涵涵的時候 真的都會比較高 因為設施裡面的菜很高的比例 是供應給超市 傳統市場裡面 拿超市的菜的那種體現量 我想我們大概很容易分辨 是不是那個設施裡面 也就是往事或者是溫室裡面種的 那個菜看起來很油嫩 然後很焦弱那種情形的 都是比較是設施裡面的 這個菜看起來比較粗狂一點 然後可能帶著根 然後這個根也是粗粗的 根量比較多的 那個都是比較甜甜的 事實上那個菜是屬於比較健康的 那蔬菜裡面的講 我們需要講 木可能也需要這個元素 雖然這個需要量很少 這個需要量是蠻多的 那跟硝酸鹽的關係 這個是礦物元素 我舉這個例子 農民絲這樣子的肥料的時候 一看不到 他看不到這個菜再長大 然後擺盪肥的時候 擺硝酸鹽 擺盪肥就看得到 那有這樣子的一些分析 甲跟硝酸鹽的含量 是互相關 甲多硝酸鹽就少 因為甲可以幫助管口作用 然後甲含量每增加百分之0點 蟑酸鹽的含量有機會降低百分之三十三 這個一個試驗 缺木蟑酸鹽濃運累累積 那這是牽涉到它的那個系統的關係 植物生長要這裡要涼光 要水 要有合一的溫度 然後氣體 土蘭裡面的氣體跟大氣中的二氧化碳 都是它需要的 還要一些礦物免分 這是植物生長所需要的 它的情形就是從土蘭裡面吸收這些礦物元素 然後有太陽吸收到葉子裡面 在葉片有光合作用 這個才是真正地球上主要的生長者 我們人是消費者 我們不是說只是拿錢去買東西這樣叫消費 我們吃東西就是消費 我們吃東西就是在消費這個地球上的資源 植物把空氣中的二氧化碳變成葡萄糖 光合作用生長者 我們人吸了氧氣呼出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對我們來講是要排出去的 可是植物很認真的把空氣中的二氧化碳變成葡萄糖 我們吃葡萄糖 糖分不一定是葡萄糖 因為它後面還會製造出其他的氧分 然後我們吃進去的澱粉、糖 在我們的身體裡面經過呼吸作用 把它釋放出來二氧化碳 所以我們是消費者 這個地球上的主要消費者 它要有水 這是一個生長的東西 它的示意圖 這個是我自己畫的 很不會畫 吸收的硝酸鹽 硝酸鹽怎麼來 化學的蛋肥 或者有機的蛋肥 會變成在土蘭裡面變成硝酸鹽 然後進入植物體以後被吸收 然後植物在葉片裡面有光合作用 光合產物有一些特殊的燃料物質 就幫忙把這個硝酸鹽慢慢的轉化轉化 變成胺基酸、蛋白質和酸 這個就是我們吃的蛋 它也是靠這樣子來的 因為蛋要吃飼料 飼料也是靠這樣子的一個化學機轉而來的 這是一個偉大的這種狀況 那葉菜類裡面的情形是怎麼樣呢 這個是硝酸鹽子 所以我都說 我剛剛講 它有奢侈性的吸收 它不管怎樣 譬如說 這一個植物 它在葉片裡面 它只有一個 它光合作用的能力還不夠 所以它只有一個製造 把這個硝酸鹽變成蛋白質的 這樣子的一個場所 然後到晚上的時候 它繼續吸收 或者是它這個的那種製造蛋白質的這個場所 或者是機制沒有建構起來 但是它還是不斷的吸收 所以這個葉片裡面 硝酸離子就非常多 然後這個呢 這個葉片呢 它的製造蛋白質的機制很強 光合作用很好 所以它這裡面能量很夠 維他命C含量很高 礦物質含量很高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它一樣吸收上來的 它一直把它作用作用 所以蛋白質含量高 這個蛋白質含量都不夠 那植物就是靠這樣子的一個機制 就是如果硝酸鹽累積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土壤裡面太多了 但是它不斷的吸收 可是它消化不了 然後它就把它累積起來 我們就把這個東西吃進去 我們吃下去的東西 該有的營養 該有的蛋白質 維他命 礦物質 還沒有合成 沒有做夠 我們吃進去的 該有的營養不夠 我們吃進去 不需要那麼多的硝酸鹽 吃進去那麼多 這就是我們現代人的悲哀 我們吃的飲食的內容 是這個樣的 那在植物的一個這個細胞裡面 對不起 我只能找到一張是這個英文 我自己畫的又不好 它吸收進來的這個 這個是在一個葉片裡面的細胞 可能等一下也許有人要問我說 欸 你這個硝酸鹽 我們能不能洗啊 絕對洗不掉 它是怎麼樣呢 這個是細胞裡面 植物裡面有好多好多的細胞 然後在葉片的這個細胞裡面呢 這個是細胞膜 細胞膜裡面呢 就又有很多的 又有這個不同的包器 譬如說這個是一個液包 只剩三分鐘 好不好意思 我把這個圖講完 它有這個液包 那硝酸離子呢 如果它擺進來 吸收進來 進入了這個細胞質 它發現說 哇沒有辦法進入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製造蛋白質的那個 機制的那個位置 這個也主要就是一個色素體 這些都 葉綠素 葉綠體 這樣子重要的包器裡面 如果這個的 這一條路行不通的時候 它就只好把它送進去裡面擺進來 那為什麼要擺進來呢 有兩個理由 第一個是 它可以繼續吸收 因為這裡空了 它可以繼續進來 所以把它主存在這裡面 然後一個理由就是 它太多在這裡面的時候 它一旦形成這個 對植物有毒 細胞有毒 所以它擺到這裡面 它沒有這個酵素 所以它把它主存在這裡 那這個情形就有點像 這是一個房子的那個屋子裡面 然後這個主要的硝酸離子 是擺在這個液包裡面 就好像你這個房子的外牆 我們洗的時候 都只有洗外牆 我們不會把它洗爛 對不對 然後你說我怎麼洗怎麼洗 我除非把這個 我那個那個 臥室裡面有一面牆壁很髒 然後我就拿著這個水 對著在外牆裡面拼命的沖 希望臥室裡面那一片 沾的東西可以被我沖掉 是不可能的 因為它是在房間裡面 所以我不可能在屋子外牆 所以不可能洗掉 但是一燙的時候呢 就會把這個燙破 會把這個燙破 這個東西就會流掉 因為它是非常的水溶性 但是很不巧 維他命C 礦物元素 也通通在這裡 所以很多水溶性的營養物質 也會被我們燙掉 就看你要取什麼 那這裡面就是 有機栽培也是會 因為土蘭裡面的這種東西 那高硝酸鹽的蔬菜不好 它的健康 它本身就是不健康的蔬菜 我剛剛那個圖 有這樣子的一個示意 所以這樣的硝酸鹽 對農民來講 硝酸鹽高的蔬菜外表虛胖 可是很容易軟弱 容易遭受病寵害 事實上所有的這個自然界裡面 都是弱肉強食 這個蔬菜或者這個植物 它本身身體是弱的 它不夠健康 所以蟲就特別愛吃它 那如果它很健康 它的這個組織很堅固 那個蟲咬幾下 就讓你還就跑掉了 或掉下去了 然後所以我們看 健康的菜被蟲咬 小小一個洞 然後它自己癒合起來了 不健康的菜 就咬到一點點都不剩 只剩那一個菜梗或什麼 它還繼續吃 因為它太弱了 我沒有要吃弱的菜 不要 這樣子不健康的菜 我們不喜歡 我們很快下去 這個表情 還可以大家講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規範 就是說夜菜類2500 但是在夏天 因為有這個 尤其缺菜的時候 我們會開放到3000 可是我們希望這個是1500 然後陰雨天的時候是3000 所以當時定的這個規範 其實有人打建議它 我們希望它在1000ppm以內 那個人的選擇 這個會擺在網路上這些 我覺得這個部分 再讓大家講 因為主要的重點 應該在我講的過程當中 各位已經盡量講 那我覺得 要留心調配 你禁食蕭酸鹽含量 高於低的蔬果 所以你要對它有一些了解 剛剛的那個表格 可以看 有一些了解 那我覺得 我真的很希望 因為我知道 去年的時候 主婦聯盟有公布 公告幾個說 檢測超市或傳統市場 那些蔬菜 蕭酸鹽的前線 然後 就會說在媒體有這樣的公告 那市場榮委會 我覺得 他們也真的是 就是說很盡責的 馬上有推動一個計畫 就到中南部 從去年好像4月5月的時候 然後又發動 騙了兩三千個 好像兩三千個樣品 然後後來的結果 就主要告訴大家 安娜 我們的蔬菜蕭酸鹽沒有太高 我覺得這個工作是可以 然後他就說 都沒有超過 超過的比例不高 不會怎麼樣 可是我剛剛已經帶大家 算給大家聽 3000ppm 你吃100公克 你就超飆了 即使這樣子 所以 我們會給大家建議 就是說飲食要均衡 如果再跟菜類 胡蘿蔔 豆子 小黃瓜 這個都會落在500ppm以下 然後甚至於馬鈴薯 這個都會在250ppm以下 所以我們的飲食內容的話 就是有一些豆子類 有一些番茄 番茄含量不會高 然後葉菜類 就做一個調配 葉菜類我們就把自己限定在 如果你拿到的是 如果你會買到的是5000ppm 那我們就盡量吃50公克左右就好了 然後其他的這一類 玉 或者是牛肉 就是菜酥這個東西的話 要把它更廣泛 然後再來冬天裡面 吃著火鍋就不要喝那個湯 因為火鍋會擺蘿蔔 火鍋會擺紅蒿 會擺的大白菜 都是一熬煮很多 那個硝酸鹽都很高 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我們真的希望政府 可以慢慢的去定這種東西 在食物面涵涵的標準 特別在負責任的一些 其實中國大陸涵涵涵涵 都比我們還更多 不過中國大陸涵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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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我們的親友 事實上包括我自己個人 我去哪裡也不會有的 很發現 不過這應該是 我個人的一些生活上面的壓力 什麼這種種的問題 可是我相信從小到大 這一些污染性的物質 在我們的生活空間 飲食內容真的太多了 那稍微不小心 得標的人比例都蠻高的 那我深深的這個就是說 很期待政府能夠在這方面 正是這個問題 除非有人能夠說服我說 醫學長說的 我剛剛前面講的那一切 都是胡說八道 那我覺得要支援這方面的研究 在蔬菜方面去支援 低硝酸鹽的品種的育種 然後怎麼樣子 低硝酸鹽合理化施肥的 這種栽培模式 這應該都要投入做的 然後應該為公眾提出 提出更多的這些資訊 讓我們對於硝酸鹽相關的資訊 有一些認識 那我們今天也很感謝 信義訪屋給我這樣的一個機會 也給我這樣的機會 來跟大家做這樣的一個溝通 那這是德國的教育宣傳片 就是他們把食物要分幾個東西 加工品嗎 這些米麵嗎 這個主食類的 然後這些蔬菜類的 他可能的硝酸鹽含量 要做成這樣子的一個資料 給大家去看 然後你偶爾如果要吃一餐大餐的話 那要注意卡路里啊什麼這些 那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我們希望說政府能夠這樣做 吃蔬菜要注意它的風險好處 我今天希望的是我們大家能夠有足夠健康 足夠好品質的蔬菜吃 而不是希望有一天 而希望有一天不用再告訴大家 什麼菜硝酸鹽含量多高要小心 火鍋的湯不要喝 我希望有一天我們可以不要這樣子的緊張過生活 謝謝大家 謝謝林博士 真的非常感謝他 剛剛透過將近90分鐘的一個分享 帶我們來認識在生活中 我們所可能會遇到的硝酸鹽 以及呢 它的合理使用量 它的毒性 還有如何避免 譬如說他剛剛一直提起我們穿胖的啊 這個水要注意 火鍋又怎麼吃 又可以吃的好又吃的安心 OK 好的 那我想呢 在座各位都是非常關心我們健康 的這個議題的朋友們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即將要開放給大家 可以針對我們林博士 蕭酸鹽的問題 或者他的專長 大家都可以試著來提問一下 OK 那麻煩大家舉手 我們的同仁們會立刻把單一通交給大家 好 這位先生李榜 請問一下 我們平常吃的滷肉蛋糕啊 披薩啊 那裡面 剛說那個滷肉裡面有很多的硝酸鹽 不知道還沒有 是不是 事實上各家可能會有不一樣的套餅 可以 其實會把酵酸鹽去做法 可以這樣 大家可以看 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 然後它只有 它只有 它只有肉質品 它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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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苦 很多都會把硝酸鹽 硝酸鹽 去做 那 看風味 如果你要那個風味是比較淡的 可能量就會比較少 然後你有那種 燻過 譬如說有那個 燻的味道 燻過的那個味道 有些 不過我常常說說 事實上 這一些 亮色真的有限 它的這個 這個硝酸鹽的含量 它跟蔬菜來比 因為現在的蔬菜 真的是 像這個是蘿蔔 然後這個是結球蝸菌 這個是菠菜 然後這是一個結球的蝸菌 那這個 跟這個蔬菜來比 尤其我們如果動不動 都是5000ppm 愛家的被給家 吃的時候 你就少吃 少吃蔬菜 就好 就真的愛吃的話 當然 其他的健康因素 它可能高 比較高脂肪 高蛋白之類的 其他的因素 是一個考量 那 這個所帶來的問題 是 你不可能一天吃一公斤 或者是一百幾百公克的這種 乳酪之類的 請問一下 像最近幾年大家都推廣了 分量的肥料 那我們可能把一些葉菜類 或是剩菜 然後做堆 剛剛看到那種數值很高的 這些紫蘭的菜葉 什麼的 那這個東西再放了以後 再種一些盆栽 或是什麼菜葉類的 會不會有這種影響 事實上這把菜爛了 這把菜本身 硝酸鹽可能會轉化很高的 比例變成假硝酸鹽 可是這個東西 擺到圖蘭裡面 對要生長中的植物 從它吸收回到海上 沒有關係 可是還是一個 種量控制 什麼叫種量控制 擺到圖蘭裡面 等種的 大肥料控制 那那個 我們面對農友的時候 我們會 就是會教他 那你怎麼去素測圖蘭裡面的大 然後決定 你要擺什麼樣子的東西 或什麼東西 決定 要決定 你要擺多少 不要盲目的擺 因為現在 所有的 在佩者 手頭能拿到的東西 都太多了 事實上最近不是說 農民好可憐 腿掉又要上架 什麼 那事實上 我們很多這一方面的 那個 那個工作者 會覺得 我覺得應該要 越來越好 因為 剛剛我們看了那個圖 農民超亮 而且在這裡面 我碰過那個 有機農友 他說 只要是有機的 都是好的啊 多擺就好啊 只要是有機的啊 用有機的東西 種出來的就是好啊 為什麼你會說 多擺不好 為什麼你說 擺多了 種出來的菜 會有毒 那我一直跟他講 我不是講硝酸液的毒 可是蔬菜的硝酸液 也有太多 是對人體式的不一樣 我一直強調這個 原來 會不會都談會的 然後我就一直 跟我回說 我說他的菜有毒 那應該是就是說 一個 怎麼樣是健康載品 這個觀念 那這個觀念 事實上是真的 要我們消費者 願意說 如果今天 我們 我曾經問過很多的 大廳主婦 有些是在大廳市 如果今天你買菜的錢 是你原來的 家庭裡面買菜的錢 多一費出來 你真的會覺得 你過不下去嗎 你省其他的東西 因為那小孩子 喝那個飲料 20塊錢一瓶 然後你認定 那一瓶裡面 那個鐵罐最貴 裡面就是水跟水 可是你覺得 20塊錢的蔬菜 變40塊 你覺得 怎麼這麼貴 買的東西 可是他帶給你的健康 遠比那一瓶飲料 不曉得是落多少費 所以我覺得 消費者要去接受 好的 值得肯定的這些農場品 這一個風情要帶出來 我們今天講消酸炎的 事實上 相信絕大部分 我們坐在這裡的 就是這樣的消費者 絕對無解 你只有等人家送出來給你 可是那個東西 絕對不容易送出來的 為什麼 他今天每一把菜 在市場上 都是在被5塊錢 10塊錢 這樣子 筋筋筋腳的 這樣的人 他不可能 種好的蔬菜給你 他不可能 把剛剛我們 就是說 合成蛋白質 好的那個機制 所需要的災品技術 擺到他的災品裡面 林博士請問一下 我是聽人家說 有關於綠色 綠色的那個夜菜類 有時候我擺在冰箱裡面 擺了有時候出差要回來 過了幾天以後 你那個夜菜變黃 我聽說 那個 只是那個 變黃 只是那個夜粒素跑掉而已 那個 纖維素還在 我聽說這樣還可以吃 不曉得這個觀念對不對 也對也不對 如果他只是變黃而已的話 這個變黃本身就只是說 應該是他原來的栽培系統裡面 比較缺美缺獎 所以他的夜綠素呢 壽命不長 所以就被分解掉了 實際上吃的人來講 得到的好處的機會 也降低很多 然後他本來也是屬於 比較不健康的 然後又在這個環境裡面 讓他更不健康 所以這個部分 但是呢 就是說 如果他的纖維素 還有他原來有的礦物質 確實都還在裡面 如果他沒有爛的現象 國務廠我們都分裂的出來 爛 跟不是爛 如果他只是沒有爛的話呢 你要吃他也沒有果大的問題 我們怕的就是他發現 發生爛 因為爛的話 他的硝硝烟會變成癢硝硝烟 先請右斌這位先生 那接著再請教你小姐 好 謝謝 我請教你們都是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 植物工廠他們那些業者 都不要擋他們 沒有硝酸液 不然您對這件事情看完 我想去檢測 因為 如果 如果就是說 在水根 因為他們是用水根嘛 對不對 然後他在水裡面 真的都不擺硝酸泰的蛋 擺別的蛋 不過他如果只擺別的蛋的話 就不是安泰蛋 因為東西這有點專業 然後如果只擺安泰蛋的話 他的植物會長不好 當他有擺硝酸太淡的話 就有機會 說都沒有 我覺得 就檢測 事實上我在後面 有一些資料 我希望教你們說 可以 我希望教你們檢測 有一個 你可以自己檢測 而且15到30分之後就可以測到 然後很好學 他那個檢測 那稍微做點廣告 這是我不太樂意的 在祖父聯盟的取貨站 他們有 教人家做這個檢驗的方法 你可以去那邊 然後 他們如果有招班的時候 可以去學 這樣子 那我覺得 你提的這個 植物工廠裡面說 他們沒有硝酸煙 我存疑啦 可是因為我沒有檢測過 我不敢講一定是我對或他對 了解 謝謝 然後現在植物工廠的 這個營養份 您覺得它 是不是跟您一般體根的 有什麼優劣差別 植物工廠本身呢 植物工廠應該是講就是說 現在的農業科學發展的極致 那就是把 剛剛我們講的那個植物 它的光合作用啊 它的蛋的同化轉化的這個機制啦 肥料要怎麼來啦 它如果是整體的這種了解 然後把它去安排成植物的生長 它在某些地方 它是值得被肯定的 因為譬如說在很寒冷的冬天 北方 它根本沒有新鮮的蔬菜 植物工廠可以幫忙生產一些 新鮮的蔬菜 或者是像台灣 過去這幾天 每兩個禮拜來一個颱風 那田裡面的菜 那個蔥啦 什麼都長得出來 如果這個時候 我們有那個生產機制 那可是先決條件是 這個機制是符合健康栽培 它如果真的符合健康栽培 那又符合經濟原則 因為它真的成本會很高 一定比野外生產的高很多 那我覺得這兩個機制都存在 健康 然後經濟 安全 都符合的話 它是值得被肯定的 因為真的很多土地在不斷污染中 也許我們剛剛講的那樣子的鐵 真的台灣就發現 覺得到部分這種有污染的問題 或什麼 那我們可能養帶一些植物工廠的技術 這個有機會 那不過它的 就是說到來的時刻 我們希望 不是那麼真的迫切的 馬上需要到來 好不好 林博士您好 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對我一般消費者來講 是我們去買菜 就是從菜的外觀去挑選 那比如說要我們自己做 消費員的檢測 其實是有困難的 那現在其實政府 就是對廣告健康栽培 不是有貼固 愛心栽培 沒有 沒有 他們只有我剛剛講的 去年那一段時間 他們有發動這樣 然後要證明 主婦你們說錯話了 那請問一下 要上個安心蔬菜 跟極緣補蔬菜 因為大部分都在超市 可以買到 那他們是屬於這種 溫室或網室蔬菜嗎 不一定 可是他們最主要 是用藥的標準 他們不能用不准用的藥 農藥 然後用的那個 准用的農藥以外呢 它必須在安全採收期 而且採收的時候 不能夠超過限量 因為每一種農藥的 都有它的限量標準 這個是規定 有這樣子的規定 那我們的安心蔬菜 或者是這些極緣補蔬 都是針對農藥的部分 那我們覺得就是說 如果慢慢大家 產生這個共識 我們應該希望政府 積極的福島農民 肥料合理使用 那政府都會想 因為我們都一直積極啊 可是那個積極 你沒有把一個限制的標準 去定出來 那只有說不斷的福島 不斷的福島 可是我們知道 絕大部分的農田裡面的農友 工作的農民 年輕的比例不高 是屬於年紀比較大的 這個比例蠻高的 那不是我自己年紀也慢慢大 不是說我瞧不起年紀大的人 可是確實在溝通上面 他們也不容易上網 去找資料什麼 然後那個新的知識的接受力 也是比較受限 因為它真的就一輩子 是屬於比較老虎的 那我們在田裡面 因為我們在農村的時候 真的有發現到 後來年輕人 我就真的非常的感謝 我真的非常感激這樣子 對 對不起 再請問一下 那如果說我們去買菜 就剛剛說 我們沒有預兆這個 可能性能量的應付 那是不是我們去傳統市場買 那個比較強壯子呢 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就不一定要去買超市的 是不是有這種通路的分別 我覺得大體上把它這樣講 也許這樣講不見得絕對對 可是相對的是比較合理的一種說法 傳統市場的菜呢 農藥的問題可能會比較高一點 就農藥的問題在傳統市場 可能會比那個超市的吧 因為超市是常常會被抽驗 然後我驗到挺好的超市 他會很緊張 所以他對於這一方面 他自己本身會比較強要控制系統 但是超市裡面呢 很多是比較多的是設施裡面的 他硝酸鹽的問題呢 又比傳統市場的高一點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怎麼選擇你自己決定 對 再最後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如果我們去買傳統市場 因為他農藥含量比較高 不一定 我沒有這樣說 我是說強壯 那我們會怎麼樣去抑制 就是減少這個農藥 就跑比說硝酸鹽 可以用去傳統它 因為會消失 那農藥是不是我們用清洗 用鹽水清洗 什麼方式可以解鎖 我常常會問到這個問題 我都有一個標準說法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 會拿著一個臭氧機 來跟我講說 我這個東西可以分解農藥什麼的 因為等一下也許有的 他說我用那個農藥分解機 可不可以分解 我都跟他講 農藥有非常的多種 台灣准許使用的農藥呢 是超過 就是登記的這樣子 超過500種以上 有600種以上 那農藥的類別 這麼多的情況下 我們講的一個 怎麼洗會把農藥洗掉 不然是有一點 農藥有一種叫系統性的農藥 系統性的農藥 是擺到圖欄裡面 然後從根吸收上來的 它就去分配在植株所有的地方 就剛剛我講的那個 環節裡面的抽屜它都有 那還有一種系統性的 是它在噴的時候 會加一個滲透劑 它就要直接進入葉片裡面 這種比較系統性的 它有穿入性的這種機制 那這樣的農藥 你就不可能靠洗 雖然它的比例是有比較少一點 絕大部分還是皮膚型的 那是屬於皮膚型的農藥的話呢 確實仔細的洗 比不仔細的洗好 用比較多的水 絕對比用少量的水好 然後你再稍微用一點小蘇打 醋或者鹽 那可以讓它有一些 比如說花學性的症狀跟解功能 那也可能就會更好 可是被你榮運了半天了以後呢 可能很多營養就跑掉了 我覺得因為我是 就是就是說盡可能買有機的蔬菜 我就覺得說 它讓我在用水上面 比較沒罪惡感 然後稍微懶惰一點的時候 我也比較沒有不安全感 我就這個部分 那即使說講硝酸鹽 我常常會去得罪很多有機店的這些業者 因為他們的農友 沒有被這樣的違反 然後那個一切都 不過我常常還是願意搬有機店這樣 我相信只要他標算有機的 或者敢在有機店成白的 他應該在農藥的問題得到 絕對相當大的這種爆炸 就是就是說 相當仔細的檢控過了 應該有這樣子的機制在 我想請問一下老師 那個酸菜也是芥菜做的 在還沒有做之前 那個 硝酸鹽多還是做成酸菜以後 硝酸鹽會增加更多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比如說香腸有硝酸鹽有些人說 因為網路上看到了 吃了香腸以後 再吃養蘿蔔致癌 是不是有這樣的事情 好 就是芥菜 我們可以泡菜還是芥菜 然後做的酸菜 酸菜真的做得好 也真的很好吃 對不對 我也很喜歡吃 然後這些 不過我想就是那個原則 醃製的時間要夠久 尤其是後面的時候 絕對要密封 你即使買的是泡菜 你買回來 你就好把它時間再擺久一點 讓它在外面 因為外面的話 它作用會比較 它可以把硝酸鹽跟氧硝酸鹽 作用以後 讓它變成到糖裡面 然後那個菜本身量就會減少 你們剛剛我們有一個表 它經過一段時間以後 硝酸鹽跟氧硝酸鹽 二十天 是從醃製開始二十天 那就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如果我們一般的 那個傳統的酸菜 都做滿久的 應該是 就這個問題應該會少很多 那當然 如果我們做酸菜 或者是做泡菜的材料 是低硝酸鹽的 那這就更美了 一定絕對更好吃 而且更安全 因為那個風味會更好 這樣子 是 對不起 剛剛第二問題是 喔 雅樂多 因為雅樂多強調它有多菌 那我們剛剛有講的 硝酸鹽 雅硝酸鹽 跟這個 後面變成雅硝胺 再有一些菌 尤其是酵母菌啊 這些那個乳酸菌啊 什麼這些 都有機會做這樣子的工作 協助做這個工作 不是這個菌不好 而是這個菌碰到硝酸鹽的時候 你就到底要變成雅硝酸鹽 是雅硝酸鹽不好 不是這個菌不好 好不好 所以就是說 不要同時吃 應該是這個意思 所以雅樂多最好吃的時候 就是有點空度 你吃完飯以後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以後 你才來吃 因為東西大概要離開胃了 你才來吃它 因為胃是酸性的 然後它離開胃了以後 到腸道的時候 它就變又變鹼性了 這個問題就解除了 解除很多了 好不好 來 是 林博士 請問一下 像我們自己在種菜 那比如說種秋葵啊 或吃絲瓜 如果肥燙稍微不夠的時候 它就要變形了 嗯 然後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在什麼情況之下 在施肥 如果對 對一般的大症 我就會說 一蓋酸病的時候 它剛長的時候 它不長 那就表示肥料不夠了 你可以再施肥 那如果 它是在長的速度夠快了 很快 然後快的 你覺得可是又長不好 那可能淡肥太多 它長得看起來好像很快 速度是快的 可是葉子沒有長開 或者是開了花灼不了火 那就應該是淡肥太多 其他的肥料不夠 那你可能又就可以去 去找這家社 聊一點其他的肥料好了 開你玩笑 那個 自然農法種的 是不是就比較好 我對自然農法 有一點意見 因為自然農法強調說 不要給土壤任何東西 那我們知道 這個老天爺沒有那麼公平 它並沒有給每一塊土壤 都有足夠的植物生長所需要的那些元素 那自然農法強調說 我就讓它慢慢養 那可以啊 農民不能靠它來生活 我們也不能靠它來生活 如果 你有一塊地 你要希望慢慢把它養成自然農法 那你可能還要注意的一點就是說 你有沒有足夠的落葉 足夠的這些草讓它長 可是如果你一直 譬如說我們這塊 剛剛我們講的那個醬 或者是木 如果你這個土壤裡面 它天生就是缺甲 天生就是缺木 不要以為我是隨便說的 這個是真的 老天爺給台灣的土地呢 就是一個缺甲的地 我們原始的土壤就是缺甲 我們原始的土壤呢 也很多的地方都是缺林 那如果我也缺林也缺甲 可是我就要靠自然的力量 即使打雷它只會帶來大 菱跟腳還是沒有 那是不是自然農法能夠開放一點 就是說 那你的土壤稍微調整成 植物能生長的形式 而不是說 線紲就厷一板 它兩表裡有能與人長 但是如果你把它當COVID 然後你覺得說 誒 這個是我跟我的土地一起修身養性 我沒有意見 可是如果要求農民做 我覺得是不太可能 謝謝 牙菜绝对很健康 牙菜的情形是 牙菜应该是 某种情形可以讲说是零消酸液 为什么 牙菜所用的营养 是来自于种子的营养 种子里面它在 这个种子在伙食里面要成熟之前 整个植株把它所有的营养 都要挂到伙食里面 然后果实的营养要挂到种子里面 它挂进去的就不是 硝酸液这样的大 它挂进去的是 氨基酸蛋白质核酸 这种高阶的营养物质 所以我们说 黄豆可以做豆腐 因为有蛋白质 它并不是硝酸液 叶菜类有硝酸液 黄豆应该没有什么硝酸液 豆子 种子是一个下一个 就是延续生命 一个重要的一个器官 那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个最营养的东西 芽菜就是拿这个种子 让它在发在小小的阶段 然后我们就拿来吃 那所以它是一个 把种子里面的营养 转化成 我们人体容易吸收力量的营养 它是这种转化工作 然后就变成芽菜 请问一下 有机肥基本上来讲 它还是有蛋的成分在 那只是说差于在说 我们如果去控制它的用量而已 没错 基本上我一直强调 硝酸液是植物一定要利用的东西 即使是有机肥 我们摆到土栏里面 它也是被土栏里面的微生物 把它作用成分解 然后变成作用成硝酸液 植物大量吸收这个硝酸液 是它的食物它喜欢的 我并不是说都不要吃肥 都不要吃蛋肥 土栏里面不能有硝酸液 而是要强调的是 健康栽培 它那个机制 土栏里面应该有的量 植物应该还要有其他的营养搭配 还要整个环境 是让它能够健康生长 我们才有机会得到健康的食物 其实有机栽培 本来目的就是要让植物健康 但是有机会摆太多 让它硝酸液太高 就是一个不健康 那最后一个实验关系 那我们进行最后一个提问 林教授您好 我想要请问一下 因为我们在网路上 有看到比如说现在有 有些人他提倡使用被核粉 或者二氧化氯去吸释成 某种浓度 然后可以清洁蔬菜一些农药的问题 那我不想说这个说法是不是正确的 谢谢 那你拿得到二氧化氯啊 有这样的商品 那我记忆我们去网工 怎么办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二氧化氯这样的商品 那个我自己了解的一个那种情境 今天刚好也有我也被问到这个问题 那个我说我知道的 也许因为我知道网路上 有一些这样的那个说法在说 可是那个我说我知道的 譬如说在美国或者是联合国 他们曾经讨论 我们的自来水呢 是不是应该用二氧化氯来做消毒 不要用现在的这个氯气 或者是那个冲氯气 或者是那个次氯酸辣这样子的那个杀菌消毒 供应自来水要消毒 这个是绝对不必要的啦 这个是牵涉到公共卫生 这个一定是需要 当然有讨论用二氧化氯这样 可是他们的讨论后来发现 不可惜是因为真的成本太高 那他是要这个二氧化氯 就在那个净水厂的这个 那个半径的进口 这个净水厂的附近 直接去制造 然后制造了以后冲进去 他们发现这个成本真的太高 二氧化氯是一个很好的消毒的东西 然后它本身是一个氧化物质 确实有某些东西可以把它氧化 可能有某一些能药可以把它氧化 可是很多农药你把它氧化了以后 并不代表它就没有毒了 可能氧化物是更毒的东西有机会 只是他验不到那个农药 有这种机会 这个提醒 但是二氧化氯本身是气体 它为什么会刚刚讲的说希望呢 它本身的这个气体呢 它消毒过了以后 它很容易废花掉 然后就没有了 没有严重的氯臭味 那氯气本身在水里面有一定的溶解度 所以我们有时候自来水 有些比较源头的地方 然后我们不到那个氯气 而且我们觉得这个氯气 真的对我们的健康也不好 那是因为氯气在水里面的溶解度 二氧化氯还高 二氧化氯溶解度低 那我所知道的就是说 制造二氧化氯并不困难 但是二氧化氯要把它稳定的组存起来 有它一定的难度 所以这样子的产品 基本上绝对成功的不知道 所以我不晓得说 它说去化工堂买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买得到 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东西可以卖 那它到底是怎样让它 是稳定的是这些 我觉得那个机制要了解 而且要真的测到它是二氧化氯的 因为很多人 他说他在卖二氧化氯 可是市场是吃力酸辣 有一些是这个样子 好不好 好的 谢谢大家今天的一个参与 首先我们先掌声来 谢谢我们联系统的参与 我们在过去可能有一个迷失 就觉得健康可能是爸妈的事情 或者是政府的事情 但是从我们今天大家这么勇热的出席 而且从出席者里面 我们看到有男生有女生 有青少年也有人妻人妇等等这样子 我想这个还有大家很勇热的一个发言 这应该是对于我们这个终身致力于这个健康食品 和环境环保意识推动的林毕霞 是最直接而且最直接最温暖的一个回应 那刚刚大家也有提到这位小姐有提到 其实在她的一个环保概念之下呢 有实际的这静一体除了橘子工坊以外呢 我想她个人应该更高兴的是她的大儿子呢 最近也在针对这个芽菜也有一个新的公司叫做绿藤生技是不是 绿藤 她当年念高中的时候呢 逃得远远的 然后就说不要念自然谷 然后年轻也是不念 然后我们就老爸就对着那一堆书 说以后我们这一些书不晓得会给谁 不晓得整个各种 好 不过她在两年前 她跟她的大学景的同学 他们一起开始在种芽菜 那种芽菜只是刚开始觉得说 我一直常常觉得说 目前市面上芽菜有很多物件 可是芽菜真的是好东西 然后那几个年轻人就鼓起勇气 他们事实上是 那时候还不懂得害怕 后面经过那么多困苦的这些事情 我有时候在想 我不晓得有没有害到他们 不过有年轻人有一些磨面是好的 那他们的芽菜最主要的一个特色是活着 就是活着站着的 那为了要让他是活着是站着 他们吃足苦头 可是我们希望是那个芽菜是真的快乐的 没有被折腾的 然后吃到的人 这对他来讲真的是又安全又健康的 那目前为止他们做的很努力 然后这一方面的那个 就是说能够呈现出来的商品 也确实有达到那个目的 不过丢掉的比例很高 OK 谢谢 好啦 小妈妈的这个把关 大家应该可以去做一点了解 好 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 三语秘笔 有视频的视频 就在分享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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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